新北市的南瓜場季即將到來 每年呢在淡水的金色水岸旁都會舉辦 我們的新北市全國大南瓜比賽 那南瓜呢我們常常可以吃得到 但是南瓜隧道呢可是期間限定的喔 今天呢我將大家搶先看我們淡水秘境 我們的南瓜文青景點 新北市的淡水古名戶尾 除了有好山好水的美麗景色之外 也有各式各樣的農漁特色產品 跟豐富多元的文化歷史 每年5月到7月是南瓜的產季 淡水地區目前已經有50多公頃的 南瓜栽培面積 產量超過60萬公斤 而且淡水區農會 還在屯山里淡金公路旁 打造5條總長200公尺的南瓜隧道 民眾可以免費參觀 感受特別的田園風情 已經成為新的熱門打卡地標 那近年來我們就鼓勵農民 將南瓜種在藤架上面 讓我們藤蔓在藤架上面爬 那藤架下面就是各種南瓜果實咧咧 造成一個很好的一個景觀 我們今天南瓜開放的時間是預計在 五月初跟五月底 那為期差不多一個月 到淡水觀光旅遊 除了走訪淡水老街 漁人碼頭等景點之外 還可以到淡水街上的農會超市 採購當地新鮮味美的農特產品 農會超市推出一系列的南瓜餅乾 素食南瓜湯 南瓜麵條跟南瓜米粉 冬粉等十多種南瓜產品 讓喜歡血拼的消費者滿載而歸 或是到護尾休閒農業區 欣賞大自然風光 品嘗剛剛出爐的南瓜紅豆包 來一趟大飽口福的南瓜美食之旅 好吃 哪里好吃 QQ甜甜的 味道又好又香 遊客來到護尾休閒農業區 還可以走訪石牆载內休閒農園 參觀將近有150年歷史的古厝 園區除了保留完整的三合院風貌 還在古厝後方打造一座純塊木建造的商店街 樓上還設有景觀咖啡廳 可以邊喝咖啡邊遠眺大屯山的美景 感受新舊融合的文化特色 從這個村莊到這個村莊 然後我在賣麥芽糖 我總不能一直在韓文的麥芽糖 我這個東西聊下去 小朋友請就老吃了 現在這個東西就是要讓它活化 是不是什麼叫做適宜 適宜就是以前人留下來的嘛 這些材料都要自己做 誒 不好意思 誒 用一點 這個就行了 擺盲了 目前正好是淡水南瓜盛產的季節 南瓜隧道從5月1號開放到5月30號為止 淡水區農會聯合市政府跟當地民眾全力拼行銷宣傳 希望能帶來更多的商機跟火力 增加農民收益跟促進地方發展 記者陳文旭 李嘉金 蕭佑金 新北淡水報導 南瓜南瓜頂瓜瓜 南瓜隧道戰 海外國青夢 南瓜 和陽效人 海外國青空外國五千 日太坊 漫長 海外國青北 海外國青 武衛 海外奮 海外國青